前段时间我预测了一波比亚迪海鸥 还没上市 还畅想了一个双门小鹏 现实里没有 那咋玩 要么一起去看看现实里有的 今天我准备试试的这款纯电两箱小车 双电机版官方零摆3.8秒 名字很有中国味 叫做MG木兰 熟悉我的小伙伴都知道 我看车一向最看重颜值 专门自掏腰包 开车三小时来上海拍这家伙 主要是觉着这个造型好像还不错 站在车头看过去 我只想到一个形容词 犀利 首先 前脸各种线条都在往中央聚集 视觉会被引导到车标这里 此外呢 不管是头灯还是雾灯 这种尖锐的造型 都能给人带来犀利感 是很年轻化的设计 我拍车的时候 安保大哥表示 他也很喜欢这个设计 看起来还是可以的 这张车造型就是犀利 头位也好尾巴也好 nice 而这种紧凑和犀利感在车侧也有了很好的延续 四轮四角的设计 视觉引导性的线条 这些都是显现的表现 其实作为工业产品 车子在外观方面的表现 其实更得看内在 木兰这款车的电池组 不同于那种竖着的电池组排布 官方采用的是电池组平躺式的布置方式 除了功能性 在设计上也能尽力压低车高 看这个A柱延伸线 再对比一下同级燃油车 有没有发现 纯电驱动对成员舱空间带来的提升 当然 如果我是设计师 这个C柱造型 我可能会这样稍作改变 怎么样 木兰这个动感的车侧 你呼晕上了没 要说木兰 我最喜欢的观看视角 就是这个 车尾45度角位置了 打动我的有两个关键点 第一 就是紧致 因为成员舱比较大 让这家伙 在车尾这个角度看上去 整体特别的饱满 不知道为啥 总让我想到 动漫里的喵马虫子 第二个 就是层次感 镂空的双幅尾翼 立体感的尾灯 下扩三七造型 上中下三层 把车尾塑造的主次分明 不过 要是和车头对应起来看 就会发现 车头更侧重线的走势 车尾更注重面的塑造 两者稍微少了那么一丝呼应 这个我也做了个改装方案 等会再给大家看 不过这次 0x3.8秒的加速 我并没有体验到 各种多媒体交互呢 我也没玩到 因为这个车子 我是千方百计 直接从MG在上海的工厂里 借出来的 没有牌照 没有保险 所以只是简单在停车的圆区里 开了开 方向很轻盈 操作很便捷 相比于3.8秒的0百加速 我觉得开着木兰在城市里带步 倒是目前为止 我会更喜欢的一种拥有方式 当然这么一款 基本和高尔夫同尺寸 但双电机版本 0百加速3.8秒的纯电小车 如果大家买回家 我觉得完全可以这么改 如果想走性能半 MG的全新黑镖 完全可以换一换 下进几口尺寸再大点 星空隔山来装点 雷达和摄像头位置都不变 雾灯位置来个亮黑装饰版 再配上等会儿要换的车侧改装 这个车头是不是性能范儿拉 车侧要说最想变 17寸的轮毂首先要替换 来个BBS锻造轮毂 当然加上简单的侧群 整个车侧 颜值是不是又翻了一番呢 最后科技感的车尾 下包围和扩散器 我就来个全新版 把视觉引导到车尾标位置 线条和车头呼应 不知道有没有变得更好看呢 整体改装我都在原车基础上做了可行性的前后包围调整 有了各位改装厂家们要不要开模就看你们了 当然如果你是小姐姐买木兰纯粹为了带布 那木兰总共有六种漆面颜色可以选择 轻便灵活的单电机版本完全可以满足你的日常需求 其实啊 MG作为英国百年汽车品牌 后来呢 被上期收购的历史 很多车迷都知道 而我呢 也看到了这样一则数据 2021年 MG出口国外36万辆车 是出口国外最多的品牌 而MG木兰这么一款全球车不仅有着国风的名称 还有从容绿这样国风的车漆颜色 历史和新的未来 似乎在这款车上有了融合 这也让我对融入国风的MG多了一丝新的期待 好了 还想看我给哪些车出外观改装方案 咱评论区见 我是喜欢玩坏各种汽车品牌的位子 咱下期再见 咱评论区见